李健熙,李在荣父子,如果掰住手指数一数,都有哪些大财阀,曾经受到过法律的惩罚,几乎所有人都会吓一跳。 韩国大财阀,还有几个不是罪犯,文新兴国际专栏作家王元涛,我一直认为,整体来看,韩国人比较实在,对此评价,好多人还表示反对。 那么,我可以给你引用韩国法院判决书的一部分内容,你就会基本同意我所言不虚的。 这部分内容是这样的,因为企业对韩国经济影响巨大,如判处某某某实行,将对国家经济产生负面影响,因此,对某某某,只能处以缓刑,判二缓三,或判三缓五。 这是韩国法院判决书的一种标准书写格式,其中的某某某,既可以是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,也可以是现代汽车集团董事长郑孟九。 反正都是韩国一流大财法,也就是说,只凭人家有钱,就不管犯下什么罪,都能享受法外胎恩,而且,还要把理由公开写到判决书里,供全国人民浏览周知。 凭这一点,你能说韩国人不实在?事实上,韩国人不这么实在,还真不行。 三星共和国的称号,就是韩国财阀决定韩国命运的一大缩减。 所谓财阀,就是充分做大了的家族企业,据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资料。 排名前50位大财阀起义的材质,相当于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%以上。 三岁娃娃都知道,韩国人一生躲不开三样东西。 第一是死亡,第二是税收,第三就是三星,因为大财阀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,和如此公开的特权。 所以,他们挑战起法律,来往往显得有恃无恐,无论是韩国媒体舆论还是普通民众。 一般都这么认为,如果掰住手指数一数,都有哪些大财阀,曾经受到过法律的惩罚,几乎所有人都会吓一跳。 韩国大财阀,还有几个不是罪犯。 一、三星董事长李健熙,财富与地位永远排在第一位的三星董事长李健熙,曾多次被判有罪,罪名分别为行贿,非法转让经营权及逃税。 但每一次,都是被判缓刑,而且不久,又会得到总统的特赦。 那就相当于,把爱里一笔勾销洗白了。 此前最近一次他获得宽大的理由是,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,如果坚持让他背负犯罪之名,不利于韩国平昌申办冬季奥运会。 郑孟九,现任现代企业集团会长,现代汽车董事长郑孟九,接手法庭审判时,我正在韩国一家报社工作。 全城处理了,他因非法筹集秘密资金,侵吞公司财产,被判有罪的一系列新闻。 就在那一次,我见识到了大财阀上法庭的标配,几口罩加轮椅,目的是用身体垮掉了,来博取同情。 在另外一些更具激进思想的韩国人看来,则有一种威胁的意味,看你们把我高倒了,企业也倒了,数万员工和十数万家属吃什么喝什么。 从未离开过韩国十大财阀榜的SK集团,董事长是崔太元,长相俊朗,性格直爽,而且十分热爱中国,一度曾想把总部迁到北京, 对于建设中国西部智慧城市充满了热情。 就这样一个人,也因非法股票交易,做假账和侵吞公司财产,三次被判有罪,而且他还破了一个记录。 在韩国大财阀当中,第一个被判实刑而入狱。 二、韩华集团董事长金生渊。 相比之下,韩华集团董事长金生渊显得有点简单粗暴,他是大财阀中少有的,因纯粹刑事犯罪而坐牢的。 他有个不省心的儿子,在饭店里酒后滋事,被人打得眼角缝了十一针。 金董事长一怒之下,率十余保镖,使用棍棒和电击装置,将对方狠狠修理了一番。 老将出马,得胜是得胜了,但被逮捕也是跑不掉的。 然后,出狱没几年,他可能感觉不好意思,到底还是借与其他财阀相似的侵吞公款及逃税的罪名。 又进了监狱一回,创下了年纪最大犯罪记录的,应该是在中国知名度不亚于三星的乐天集团的创始人金董浩老先生。 他因逃税和欺诈罪名被判四年时,已经九十五岁,不管是在法庭之内还是在法庭之外,警察碰都不碰他,反而躲得远远的,生怕出点什么毛病惹麻烦上身。 最后,尽管罪名成立,但因为年纪实在太大,他并没有被收监,同样在中国不太有名,而在韩国大名鼎鼎的斗山集团。 主营业务是何电站,曾担任齐董事长的朴荣物东窗事发的过程,相当有戏剧性,因公司内斗,他被赶下台,弟弟朴荣乘准备接任,却遭到他的激烈反对。 为此,他不惜于死网破,向检察机关自我举报,说他与弟弟当初合谋一起,筹集了一千七百云含元的秘密资金,司法机构顺腾摸瓜。 又查出,他与弟弟联手侵吞了公司的巨额资金。 这样,他宁愿与弟弟一起被判刑,也要达到他的目的。 所以,弟弟到底没能当成董事长,为此,朴家上下激愤,召开家族大会,宣布把他永远开除出家族。 不久,他被发现在家中自杀,大财发的心思,怪人永远搞不懂,他对弟弟到底有多恨呢? 一定要搞成这种家破人亡的局面。 三,说老恨,按一般想法,这些大财发们,已经那么有钱了,还要用犯罪的方式往自己口袋里唠,韩国人应该相当痛恨他们吧。 必须说,实际情况倒也未必,我们可以注意到,很多财发所犯罪行中,都有一条秘密筹集资金。 筹集资金干什么?不用说,当然是给官员行贿,所谓的政商勾结。 历来是韩国财阀经济的一大顾及,但即使是政商勾结,里边的情况也很复杂。 主动给官员行贿,损害公共利益给自己某好处,这种行为,当然一定会招人恨。 可是反过来,被官员逼迫行贿,不得不用秘密资金购买免于伤害的保险。 这种情况又怎么说呢? 李健熙的儿子李在荣行贿,挪用公款被判五年。 比如李健熙的儿子李在荣,在接受审判时,就曾委屈地说过。 他也是没办法,才不得不给亲信干政门主角崔顺时,提供非法赞助的。 自己的钱,谁愿意平白无故给别人呢? 人人都知道,崔顺时是朴槿惠总统的亲信,他要钱时说是总统的意思。 谁又会有那么方便的条件去找总统核实呢? 如果权利不能受到有效的看管和约束,不仅普通的老百姓要遭殃,就连大企业家也同样难以独善其身。 另外,不少出示大财阀领受的罪名中,还有两条是非法转移经营权和逃税。 其实这是一回事。 在韩国,继承遗产超过一定额度,那税基准高达50%,还以理在荣为利。 如果他父亲过世,紧继承三星电子,他就要交税250亿韩元,相当于人民币一亿三千万元。 他手里肯定没有这么多现金,只能卖股票,可一卖股票,就可能影响他对公司的控制力。 万一有人趁机恶意收购,三星就可能一夜之间不再兴力了。 想一想,他以及他的父亲,怎么会甘心呢? 不甘心的结果,当然就是涉嫌操作,争取提前实现财产转移。 一个不小心,就会撞到法律的枪口上。 韩国大财阀有这么多人被判有罪,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。 四,但是,在韩国大财阀群体中,有一家公司,却从来没有陷入过大的法律风波,其最高领导者,也一直在安安稳稳地闷声发大财。 这就是GS公司,这家企业,在中国的知名度也不高。 但在韩国,实力却相当强。 他当年是从LG三家分进独立出来的,拥有LG当初最优质的石油化工资产。 杰申字号许昌秀。 那么,是GS集团董事长许昌秀先生道德水准格外高,还是他许家的家规格外延? 也许,这些原因都存在。 但是,对韩国经济略有了解的人都会承认,最关键的因素,还在于许家一直坚持。 公司坚决不上市,老派的许家人无法接受。 公司一旦上市,想动用一百韩元,都有可能违法或犯罪。 那么这样一来,公司还是自己家的吗? 王元涛,吉林人,曾任韩国亚洲经济总编辑,著有长篇小说《我的朋友孔秋》及《汉城汉城》等。 现居深圳,全文完。